You'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If we change it You'll know how Nothing ever stays the same Once you let it Let it change Hey大家好,歡迎來到頻道,我是說 今天要來介紹一下 重磅聯名Caos跟LenoFace的聯名系列 那算是最近蠻具話題的一個聯名祝賀啦 那他在1月7號的時候 在101的旗艦店開賣 然後我剛好有去 在1月9號的時候有去現場晃晃 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值得入手 看一下現場的感覺啦 然後也順便去逛一下他的pop-up store 好像只有到1月7號到1月10號吧 一樣在101的聯通城那邊 有一間小的pop-up store 就是一個讓你好拍照的一個地方啦 順便展示一下這次聯名系列的所有單品 今天就主要來介紹一下這次聯名系列的單品 值不值得大家入手 還有它是有沒有我個人會有興趣的單品 跟大家分享 那一樣在進入今天重點之前 一樣來介紹一下今天的OOTD OK 今天的搭配是 首先Race Blue的Balloon Pants 裡面搭的就是之前影片有介紹到的 UNIQLO的春季推出的條紋利領襯衫 這次是買XL比較大 所以版型也比較寬鬆 領子也比較不會不舒服 那就是一個很舒適的內達品 然後外面的話就是很常搭的這個 UNIQLO U去年吧 對去年推出的UNIQLO U的三口袋單寧外套 之前影片也有介紹過 那主要就是用這種內搭的單寧setup的感覺 來凸顯這次今天要介紹的重點 今天外搭的就是這一件 因為天氣比較冷 那我今天選的是 荷蘭軍M53的Build Jacket 非常有特色的荷蘭軍工發的品 這件是70年代左右的野戰外套 那他們最具特色就是這個 胸前斜的這個斜的大口袋 斜蠻深的啦 整體的色系是偏淺的軍綠色 摸起來觸感其實蠻像是 這個美軍工發的M51外套 就是M65全身的那種設計感 它是採用比較厚磅的那種棉布 那摸起來很軟很舒適 然後整個內裡的厚度的感覺 就也比M65啊 或是M51美軍的那幾件來的 有這種磅束感更厚重 然後更保暖性更加強 然後下側一樣是兩個大口袋 就很舒適 最有特色就是這個胸前斜口袋啦 別人一看就知道 喔 荷蘭軍的 非常有他們國家的工發品的特色點 然後還有一個蠻喜歡的亮點 就是這個 它的袖口的縮口的部分 它是做兩個 就算你這個size 如果你不太合 你想要把它縮緊一點的話 不會縮只有縮前面 這個也浪浪的感覺 那兩個都可以把它扣起來 那你這樣整個版型的話 手臂的膚印就不會太粗 那就也比較有線桃感 這也是我蠻喜歡的一個特色點 裡面的話它有一個小暗袋 那可以放個什麼零錢之類的吧 整體就是這種感覺 很輕鬆 然後最近含流來那麼冷 那其實這樣多層次套起來 保暖性一樣有 然後一樣有造型 蠻喜歡的一個搭配感 跟大家分享 OK 簡單介紹這次的Holo TT 那今天就是用這種丹寧色系來做公巴均品的混搭 然後給大家參考看看 那就進入今天的重點 來看看這次他們Kyos跟The No-Face推出的聯名系列 初步看這次推出的聯名都是偏向羽絨外套 那有看我之前影片應該也知道我個人沒有非常喜歡穿羽絨外套 因為就是比較厚重然後身體會比較臥腫的感覺 我個人沒有非常喜歡 不過一樣就來跟大家聊聊這次的聯名系列 有沒有值得大家入手的單品 官網的話他們在1月11日的時候開賣 本來想說售價那麼高 搞不好不會那麼多人買 不過後來看一樣大概5分鐘就整 全部都售光了 我個人是覺得部分應該都是想要拿來炒賣的一些業者吧 難說啦 那我之前看他們IG的部分有推出類似衝鋒衣的這個黑色這一套 我個人是覺得這次推出裡面最單純好看的set-up 他是推出褲子跟這算是衝鋒衣嗎 有點像GOTEX的這種外套 我在1月9號去店面的時候看都沒東西啦 只剩一兩件而已 然後也不太好看的 那這一件的話完全沒看到應該是當天第一天就全部售出了 這一次所有的外套啊 大學T恤、T恤、羽繩外套全部都是同樣的設計 就是CALS的XX的no face 背面一樣是XX的no face 就是非常單純 蠻商業的一個設計啦 就是把Logo灌上去 那除了這個還有原先想要去店面看 就是看這個手套我個人覺得蠻可愛的 他有推出了兩個顏色吧 黑色跟白色 白色的話是用這個橘色的XX 那就是設計蠻單純 然後也不會說很Logo的感覺 這個單純的設計我就蠻喜歡的 可是現場看都完全沒有這些配件 那後來1月11開賣的官網也沒有推出這些小單品 那可能是台灣沒有吧 或者是第一天就被搶光 我不確定 好 那就來看看這一次的設計 主要就來看看1月11在官網跟全神門是有開賣的 因為官網受光 可是你家附近的門是可能還有一些獻貨 也有可能 好 那首先就是來看一下這一次的羽絡外套 叫做The North Face & Kaos 聯名系列1996 Knops 藍 白 綠 橘 迷彩 羽絡外套 哇靠 太多顏色吧 很明顯它這一次都是用非常跳脫性的這種色系選擇 像這件的話也是它封面穿的 Model 穿的這一件 正面是綠灰藍 然後背面的話用一個非常跳通的橘色把它顯現出來 這一件的話色系算是蠻和諧的啦 其實那你如果可以接受這種混搭色系的話 我也可以嘗試看看 那我現場是沒有看到這件 原先也想要偷偷看實際的搭配感 那不過看Model 就可以看出來 羽絡外套就是會把你穿的變成比較臃腫的感覺 那也沒有說不行 就是個人的喜好問題啦 然後設計方面的話 就剛剛跟剛剛講的一樣 正面反面都是兩個大Logo XX的Klaus跟Leno Face的設計 那這一件的話還有一個帽子應該是可以可收納式的 收納在領子裡面吧 對 那重點就是這個售價 售價要24800 它這次羽絡外套出的全部售價都是24800 所以也沒想到這個竟然會全部都售光 那另外一個顏色我們也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顏色是藍子迷彩的羽絡外套 那跟剛剛的設計基本上完全一樣 就是在於色系的變化而已 藍色跟紫色的混搭啦 那做出這個拼接感的效果 這兩件的顏色算是比較好看的 羽絡外套 那另外一件這個就是我現場看到的 唯一剩下來的 螢光色系的 比較很明顯那種滑雪裝的那種感覺 就是亮 色系就是亮 那可能一些歐美人士就會蠻喜歡這種亮色系的混搭吧 那我個人是沒有興趣啦 就比較不是我的色系的選擇跟設計感 那另外一個再來就是 Nenoface的粉紫綠迷彩衝鋒衣 那這個衝鋒衣的話就比較好看一點 比較俐落的一個機能外套的感覺 防水透氣 色系的話也算是符合他們這次的主題吧 所有外套都是用這個滑紋他們的迷彩 然後搭配拼接式的跳動色系的選擇 還有另外兩件的話分別是紫色跟黃藍迷彩衝鋒衣 那這三件比起來的話 還是覺得剛剛黑色這個啦 粉紫綠的這個顏色選擇會比較好看 然後售價的話19800元 一樣非常貴啦 另外後來去席艦店看到現場還有就是這個 Nenoface聯名系列的紫色舒適連帽大雪梯 一樣正面的兩個大LOGO的設計 6380售價 一樣也瘦光耶 真的不知道炒麥可以炒到多少 蠻神奇的 那大家應該會比較有興趣應該是配件類吧 這個就比較實用然後也比較單純好看啦 兩個大叉叉在頂部 然後它可以讓你做手提或者是後背方式的一個機能背包 那推出兩個顏色啊 一個是紅色跟一根淺藍色天空藍色 最後官網釋出的就是這個毛帽啦 毛帽應該算是最清明的售價 1980售價也是我原先想要入手的就是這個 米白色的寶暖毛帽 單純小設計然後也實用 那售價還算還可以接受 不過現場看完全啥都沒有 所以整體來說的話 其實他們這次的設計算沒有非常喜歡啊 沒有變化感 全部都是冠上LOGO 然後只是色系的變化而已 如果不是Couch的鐵粉的話 應該也不會對這個非常有興趣 而且畢竟羽輪外套也不是非常多人會接受的選擇 然後它這次推出的又是九成都是羽輪外套 所以因人而異 那看期待它之後有沒有推出什麼更有趣的設計 或是跟其他品牌 或者是再次跟UNIQLO聯名也蠻值得期待的啦 那這一次的話 覺得比較有趣一點就是它的那個POP UP STORE啦 其實蠻好拍 然後也有一點科技感的那種感覺 那不知道它之後有沒有機會 再來台灣把它的大氣球翻過來 蠻期待的 那也之後 期待它的服裝可以設計得更有誠意一點 更不是在灌LOGO或者是換顏色的這種設計感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這類型穿搭影片分享 或是公發均品分享的話 再拜託大家follow下我個人頻道 並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Instagram也會時常更新穿搭照也可以follow下 那所有部蝦皮賣場近期也會上架一些稀有單品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逛逛 我是ROCK 我們下次見